最近有个消息传出 这磐石剑的官兵女朋友 明明呢就是有近距离接触 但是疑似因为接种了卡戒苗 所以她成功免疫 事实上最近呢 国际研究就有指出说 有强制接种卡戒苗的国家 他们武汉肺炎的疫情 似乎的确没有这么严重 而且根据医学假设这份国际期刊 它的研究显示 在3月23号以前 武汉肺炎蔓延的40个国家中中 包含像是冰岛意大利等等 大概平均每100万人 他们的平均个案数是1000人以上 不过有施打的国家呢 就算是感染率最高的伊朗 他们的百万个案也只有274人 这难道卡戒苗真的建功了吗 而另外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在手术开刀之后 现在目前状况并不乐观 最后报道指出说 美韩要启动所谓的5029绝密军事计划 要来牵具中国的军事干涉 要想办法 最后是由南韩来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而且这篇报道还指出说 美国跟韩国似乎在两个礼拜之内 就有办法攻占平壤 最后我们的独家消息 原本5月1号说要停业的麻布茶坊 大逆转了 一来是因为关门的消息传出之后 突然莱克量大增 二来是因为日方的合约是保命关键 那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 稍后你的最终晚报 我们会提供您完整的报道 另外我们要告诉您 昨天的消息 两会确定要举行了 而且这回的时间点呢 会是在5月21号跟5月22号 在北京召开 原本这大概会在三月举办的大会呢 因为这回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所以延后 不过现在有一句话说了 北京人说的 说两会开了人心就安了 好怎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两会最有可能的风向 包含经济外交港台民法典 这四个我们来跟你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济 为什么前一阵子我们一直说 习近平很急着要复工复产 而且我们还质疑说 你很急着复工复产 会不会让疫情呢重新爆发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的官方数据显示了 他们在中国第一季的季度GDP呢 已经跟同期相比下跌了6.8% 那这个数据呢 是中国公布GDP数据以来 最差劲的记录 所以习近平呢 在一个半月里面 他三次跑到不同的省份去视察 就是去盯着 看你地方呢 有没有乖乖的复工复产 另外他还在四月十七号的 这个政治局会议上面 跟很多的领导人提出 所谓的六保 应该不是提出了 提醒 包含要保住一些柴米油盐啊 让民众不至于吃不饱 而另外两会呢 势必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目前国际索赔的问题 在前面几个礼拜 我们已经跟你讨论了 那现在包含英国 美国 法国都在质疑中国隐匿病情 那另外还有非洲 如果你还记得 先前非洲 他们有一些争议的话 前阵子在广州 有一些非裔的移民呢 他们就抱怨说了 在检疫的措施上面 居然有歧视的状况 那所以很多非洲国家呢 也都对中国表达了不满 那再加上疫情影响 其实很多的非洲国家 他们自己的经济 也会因此萎缩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呼声呢 就是希望说 中国这个债权国呢 可以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 再来就是港台关系了 如果说这个时间序 大家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大概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你想想看 去年四月六月 这反松松事件结束之后 一直到去议会大选 泛民派大赦 另外还有我国的蔡总统连任之后 这些时间点结束之后 这可是头一次的两会 所以随着呢 现在包含像是香港跟北京 台湾跟北京 关系都有很显著的恶化 所以这个两会过后 领导人对外的表态 尤其是针对香港 还有台湾的表态 的确很值得关注 最后一样事情 就是民法典的审议 好 这个民法典呢 我们大概说一下 就是中共这七十年来 其实过去好像没有出台过一部 很完善的民法 那改革开放之后呢 中国实施民法通则 在2017年的时候 他们有通过民法典的主要章节 也就是民法总则 那就有把一些物权 婚姻家庭 还有侵权等等的分则边 给列出来 但是还没有实行 所以这一回的两会呢 他们就很有可能 能把这个民法典的草案 直接拿出来一并讨论 那讨论完之后呢 就有可能会在 这一回的两会之后公布 那与此同时 中共还是持续的 要对抗美国 尤其是央视 央视他们最近已经连续三天 点名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 而且直接在直播的时钟 直接骂什么 骂很凶 骂说 美国的历史上啊 似乎呢 从来没有见过像蓬佩奥 这样子的国务卿 哇 直接点名不打紧哦 还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像你这么烂的国务卿 而且指控他四项罪名 这四项罪名呢 包含停止资助 世界卫生组织 然后呢 美国自己有疫情 甩锅给中国 然后对伊朗 古巴 搞施压 以及不顾 美国民众的生死 一直想要追求政治私利 好 听起来都是蛮严重的指控 但是面对央视这样攻击他 蓬佩奥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说 你看其实 中国媒体 你大概整理一下嘛 其实他们说的话呢 大概都是那个样子 都是讲同样的话 甚至回呛说 你这个国家如果呢 参与传播假讯息的话 那是不是就表示说 你的国家其实已经有危险了 而另一方面 共和党的FCC 这个FCC其实就是 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那有一名委员呢 他的名字叫做卡尔 他最近写了一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的推特 怎么写 他就把它拿来做盯正跟改作业 看起来呢 上面还有这个红笔呢 划掉啊 把一些字改掉 那原本耿爽是说 美国说的都是不实言论 那改成什么 改成中国始终 主张宣传 虚假的活动 那我们呢 是制造假讯息的制造者 好 当然耿爽本来不是这么写的啦 但是这名卡尔呢 就用这种改作业的方法 把它改的好像是 这个耿爽自己在写骂自己的文章 当然这些都是要提供您做参考 这也是现在目前两国角力之下 的一些趣闻 当然现在美国媒体呢 还是有报道 其实白宫已经下令 要情报单位动起来 要彻底的栏查通联记录 还有卫星影像 要查什么呢 就是要查中国跟WHO 到底是不是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隐匿病情